通常白天的時候 如果送完小孩的話 就是可能就是會來超市買菜 然後在家裡準備一下一些 家常小菜 然後做一些家事 家裡已經有 我有做一個醬醃 那個小黑豆 黑豆我已經準備好 然後再做一個這個小菜 買菜學做料理 是Adeline從台灣 嫁到韓國最大轉變 有一些人妻他會做料理 但基本上就是 自己做比較多 所以來這裡反而 自己什麼都很會做 連牛肉麵那些都會做 就像沒想過會在五年前 為愛飛離家鄉 一千公里遠 到韓國定居生活 要適應的不止距離 還有飲食差異 因為韓國真的沒什麼蔬菜 比一般的菠菜來說 它現在是 菠菜它現在是兩千五 兩千五大概折合台幣 就五六十塊 大部分都是以包肉生菜為主 蔬菜稀少而價高 熟悉的台灣泡麵物價當前 一碗滿漢大餐 折合台幣破百元 它一碗三九八零 折合台幣大概一百二 一百五左右 所以就算你想吃台灣泡麵 你也不會想 你也不會想發 沒有 對 我也不會特別想吃 太貴了 太貴了 好了 現在通常都是會先把 今天要吃的米把它先拿出來 台灣好像比較少在吃小菜這種東西 從小在台灣 餐餐有熱食 現在卻得學好幾種變化冷菜 在古代韓國用小菜區分 階級上的制度 越多道身分越尊貴 這飯傳文化流傳千年 一餐裡百分之七十的菜先備好 最多兩個主菜配碗湯 通常有些人的家庭就是 就是譬如說他只準備一個主菜 其他小菜就是從冰箱裡面 拿出來而已 然後或者是就是一個湯類的東西 譬如說豆腐湯 大漿湯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煮 可能中午也吃這個 晚上也吃這個 就算不習慣 也得變家超 這個就是包裹自己準備的 這是全部都婆婆準備的 全部拿出來的 對 然後還有這種完全沒有開過的 各式大小 顏色形狀 保鮮盒塞的滿滿滿 甚至一來不夠妝 算剛嫁來婆家給的特殊新婚禮 他們什麼都可以拿來妝 我都覺得蠻厲害的 連飯啊 都是把它放在保鮮盒裡面 因為它有的保鮮盒 是可以放微波嘛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這個你飯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給你 拿去微波就可以吃了 Edla原本在台灣 從事服務業做百貨 專櫃小姐 賣了快十年的化妝品 2006年透過朋友介紹 認識來台讀大學的先生 但不像偶像劇浪漫的一見鍾情 原本兩人在學生時期就認識 但斷斷續續聯絡 畢業後隔幾年 Edla也到韓國玩 積極約碰面 才恢復聯繫 敬而交往 重要是溝通啊 因為我的沒那麼會講啊 而且我韓文也沒有很好 一般的那個會話都可以啊 可是譬如說什麼什麼重要的事 還要幫忙他的什麼處理 幫他翻譯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跟他說啊 就算與爺障礙 彼此友愛就不是難題 決定在2018年廝守 朝夕相處才發現 兩國文化背景很不一樣 韓國的家庭 家庭傳統觀念就是長幼有序 所以他們對長輩都會非常地尊敬 可是在台灣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在台灣的話 你可能只是看到自己的爸爸 就會叫爸爸 可是如果在韓國 他會叫阿婆奇 然後可能會九十度鞠躬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那個 之前他去台灣的時候 見那個他朋友的爸爸的時候 他立刻九十度鞠躬的時候 那個對方的爸爸就覺得 不用這麼多禮 不用這麼多禮 兩年多前 有了咪咪 育兒成了首要重心 結婚身子本是人生藍圖 但在韓國卻是種奢望 因為人口數年年負成長 生育率全球最低 平均每位婦女只生0.8個孩子 一個都不到 和傳統文化觀念 脫不了關係 大概的比例 如果說以十個人來說 大概有七個人都是家庭主婦 大概三個人可能才真的是 一般的正常上班主婦 因為如果說兩個人都在工作的話 其實會比較多 就是譬如說他們會請公婆幫忙 被迫在帶孩子和事業間做抉擇 是韓國家庭女性困境 當地政府撒錢擺脫手子化 孩子一出生月給台幣七千補助 滿六個月能上幼兒之家 類似台灣托嬰中心 學費全面 這也讓Edline輕鬆許多 能趁空檔之餘賺家用 就是平常日的話 就是利用小朋友就是上課前 就等於是送他上課之後 然後再過來 然後每個禮拜大概一次 因為東大門其實上星的速度滿快的 那你大概一週過來看一次新品 然後再挑選一些樣衣回去拍攝 固定一週報到一次批發集散地東大門 做代購時間好調配 幾乎是大部分台灣人妻 家庭主婦外的斜港人生 人家會考量到說如果是你已婚 那你之後會有生小孩的考量 那生小孩當然人家就是公司他會以 就是你一定會以家庭為主 所以人家在面試的時候就會考量 像我朋友有他去面試 然後他有遇到說公司會問他說 那如果小孩生別的話 是誰要去拜 女性被定義相符教子 現代社會逐漸轉念 身處異國民俗風情 不得不把自己歸零